五六月的统一发票千万元的特别奖终于出炉了 我就一直在讲嘛 中奖是有个命在的 其中有一位呢 花了三十三块钱买东西就给他中了千万大奖 发票一千万特别奖终于出炉 开出千万大奖的就是这件超商 员工兴奋的爬上贴子挂上大红布条 大大的赫字就是要庆贺千万大奖开在这 而且这位幸运儿只花了三十三元消费就中了一千万 很幸运啊 奇怪了怎么不是我中的 民众直呼实在太幸运了 只花了三十三元就中了一千万 超商开了六年第一次开出投奖 店家也开心财神眷顾 表示这得奖者应该是当地民众或是学生 三十三元可能是买报纸或是饼干的小儿商品 所以有没有很期待 有当然有 希望下一个我们中好了 赵华县从去年为止已经开出四张千万大奖 五六月统一发票特别奖 人人都想得 发票对了再对 其中一位新运儿 直到超商花三十三元就中了一千万 实在线上许多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茂华 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茂华 采访报道